《大肥漢天娜》 大肥漢天娜 對於中共這種強勢 壓迫台灣 結果引來極大的反彈 這一次的民調可以說 告訴中共 也兜巴掌醒國民黨 你看到馬英九仁仁沾沾自喜 《一個中國原則》九二共識 結果最新的民調 由台灣的陸委會 在昨天公佈 結果顯示 對於中共長期透過經濟利誘 台灣邦交國和台灣斷交 阻礙台灣參與國際 有84.3%的民眾 不認同中共這種做法 即是你大欺負 更加有72.1%的民眾認為 中共軍機 持續在台灣周邊活動 已經危害台海和區域安全穩定 這個看到民意對於中共政治軍事和外交脅迫 是堅決反對的 也都有說 紅刀拉斯 將會調轉來 實際上 蔡英文已經將台灣的大使館 已經撤離紅刀拉斯 而紅刀拉斯的外交人員 也都進駐了北京 在這幾天就會簽訂 即是說遞交國書 陸委會副主委發言人 詹志弘 表示 中國政府從中央到地方 財政狀況 根本上搞不定 連退休老人醫療保險金 都被大幅刪減 如果真好像外面這樣說 花100億200億的人民幣 去買一個國家的外交 他說作為台灣人 我真是沒辦法評論 你講得沒錯 不要說你了 我都沒辦法評論 即是中國人連飯都沒得吃了 竟然還要拿一兩百億出去招呼紅刀拉斯 我真是沒辦法理解 當然 習近平的戰略不是我們可以想得通的 在這個時候 台灣總統蔡英文 在29號展開民主夥伴共榮之旅 過境美國 另外借到南美洲 這個問題 也都調查有高達88.9的民眾 傾向 港議維持現狀 大家不要搞了 對於中共提出一國兩制 即是一個中國 九二共識 台灣 當作地方政府 和特別行政區 中華民國 要取消的話 有83.6% 表示不贊成 85.1的民眾支持 政府強調台灣未來 和兩岸關係發展 應該由 2300萬的台灣人來決定 不關你中共事 近期 近期 中共強調要貫設 所謂的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量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和九二共識 75.5%民眾表示不認同 是只有12% 表示認同 這次的所謂的研究 就是今年3月16日至20日 後期間以電話訪問了台灣20歲以上成年的民眾 有效樣本 1072分 實際上 一般 這些 文言調查 大概 就是 選取 1000人 去做的 包括香港以前都是 去到美國都是 其實去到很多地方 其實1000人 都有其代表性 但是 你即使說 有不差6% 10% 大哥 88.9% 我不知道國民黨怎樣走下去 現在為了爭 爭做共主 表面上 當然就是 朱立倫退了下來 跟著說 徵召制 就是我話事 還用這樣的心態 不是應該說 由黨內 大家 選出來 還是用這樣的心態 是吧 徵召制 你就知道國民黨 的末日幾多 而最近的蔣萬安 也都是整個國民黨 院士長裡面 他在台北 民望最低 拍得住 柯文哲 2024年 其實 我在心目中 已經告訴你 九合一 民進黨做得很差 甚至有些 賄選 甚至有些 弊案 台灣叫 出現了 所以令到台灣人 教訓民進黨 但是來到總統大選 由蔡英文 上次高票當選 八百一十七萬之後 沒有回頭戰 國民黨如果不痛 還是私痛的話 根本上 是沒有能力 可以翻天 這份民調 已經告訴你 你聽 台灣人民 是堅決反對的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例子 最重視下訂閱課金 看廣告 可以的話 加入會員和比賽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